由华林县政府扒包的建英大桥改建工程 参加第20届公共工程金子奖的评审 29号的上午评审委员是来到了凤林镇 听取施工单位的简报 副县长袁新章表示 建英大桥改建工程 日前才获得行政院所颁发的金安奖 希望能够再次获得金子奖的肯定 让这项工程洗上加洗 华林县政府所发包的建英大桥改建工程 参加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所举办 公共工程金子奖 评审委员29日上午是来到了凤林镇 听取施工单位的简报 那我们金子奖的这个举办 当然对于厂商对于机关来讲 都是非常非常的具有这个吸引力 就是机关有机关的荣誉 那厂商呢对于这个投标 或者是现在我们现在有所谓的最有力标 跟这个评分界的最有力标里面有所谓的 厂商的这个履历资格等等 履历呢对他们来讲呢 这个荣耀就是工程界的奥斯卡奖 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荣誉 那对于这个采购评选呢 他们的这个经验非常有帮助 由于建英大桥改建工程 在工程主办单位评估 具有创意性 造型美观 永续工程 与地方特色工程 让设计建造单位 也希望该项工程能够再次获得 全国性的工程大奖 花蓮县政府的一个指标性工程 它是一个纪念那个张建邓英两位老师的那个桥 是在六十几年由蒋经国来 他因为桥的事故方面来由蒋经国来做一个 花蓮县第一座的水泥桥 那因为现在因为河川的问题之后 他现在要改建 所以我们是以极背桥的方式 来用双手合十的祈祷 来纪念这两位老师的应有四季 公共工程金子奖被誉为 是公共工程奥斯卡奖 不管是主办机关或是承包单位 都希望借此改善工程品质 以品质管制措施 以期盼能够获得公共工程的最高荣誉 记者凌杰凤临阵采访报道